今天当然大家就说赵少康来了 选情变得比较有可看性 这个赵少康他今天出席了 这个学生的这个相关的一个活动 是政治大学青年与副总统候选人座谈 学生就发问了说赵少康先生曾经提出 要透过修宪推动内阁制 那现在是不是有改变呢 如何解决政治冷感的问题呢 赵少康回应说修宪并不容易 要现场的学生多向朋友宣传 而且他说我跟各位保证 一定尽力推动内阁制 一年之内没有推动的话 我就宣布请辞副总统 就这个部分这个问题 是不是回答的相当的干脆而直接 那你看怎么会引起学生们的共鸣呢 其实我觉得国民党需要 就是这种直求对决 这种决心 就是说既然今天我们讲了内阁制 我就是要推 那其实你知道这个 以赵大哥这个定义 他说我如果当选 一年内没有推动 推动的概念是什么 比如说到时候总统 请赵大哥担任这个 所谓的副总统担任 内阁制研议召集人 类似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比如说县改小组 其中以内阁制为主 召集人 担任一个召集人 就像之前的年金改革委员会 那他就负责召集这个议题 他就可以去做推动 不是说内阁制就要上路 不可能啦 那个内阁制攸关到修宪的 他需要时间呢 对这个需要时间 但是他有个决心就是说 至少我要启动嘛 对不对 不像那个蔡英文 基本工资法 2015年提出 然后呢就放放放放放 炒案2018年终于有了 放放放放放放 终于昨天三读通过了 终于 对就是说你一个证件 你那个一不干不脆 这个叫拖拖拉拉 这个直接讲了一年 给他一年时间 至少我要有第一个动作 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正面对决 这个是好的 就赵大哥要去跟学生互动 就要有这个决心 那不过今天 我刚刚有稍微看了一下 他里面有一段 我觉得赵大哥 可能就是你知道 现在的大学生 大概都才18到22岁这个区间 然后呢 他讲说那个 他们就有学生问他说 这个侯友宜会不会两岸的谈判 没有能力或什么的 他就举那个千岛湖事件 侯友宜每次都拿千岛湖 当初就是他代表 这个我们警政署 去跟对岸去谈的啦 那结果呢 赵大哥问他 你们知不知道千岛湖事件 没有人知道 大概就跟你问现在大学生 你知不知道周海妹一样 因为1994年 千岛湖事件发生 周海妹演了这个 倚天屠龙记的周子洛 是是是 对刚好就在1994年 刚好还有一个 就是赵大哥参选台北市长 所以这个对于 现在的学生可能那个历史感 就已经可以进历史课本的东西 所以这个可能他们会觉得 有点遥远 但是我觉得这个 从这个未来性的态度 这个是正面的 非常正面 我觉得如果今天 就是说国民党能够产生 这个某种什么叫做解决问题的魄力 我拜不到我就下台 那当然我要补充一下 如果副总统辞职要怎么拜 依照我国的宪政体制 是总统提名人选 由立法院来通过 是 有一个立即可行 就是你如果这一次 侯友当选的话 隔魁你可以创造宪政官 一个宪政文化 在不修正情况之下 马上可以兑现 就是说你的隔魁 是由立法院的多数 他经由这种所谓的非正式 或者是某些行上的征询 由多数来阻隔 这个就是内阁制 马上可以做 马上可以做 不过说真的 赵岳康现在努力要跟年轻人对话 之前大家就说 赵岳康自己在那边讲他的买房经验 有的人就说 现在的环境跟当年你的环境 你年轻的时候可不同 所以反而有的人就觉得说 这是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呢 可是韩冰 我们看到 其实根据最新的报道 也就是说 今天晚上赵岳康他在跟年轻人在对话 年轻的学生 当然就有关心到买房的问题 而且因为之前提出了贷款的方法 赵岳康特别就又在讲了 他说 不要找双北 买1000万的房子就好了 其他地方可能不用用到1500万 那就不需要那么贵 那么高价了 那当然现在还有就是 薪资动长30年沦为军贫 那赵岳康提出的解方 还有港人外资才敢来 这个现在呢 我看他直接就跟年轻人在讲 如何来什么拼经济 是否能够有共鸣 我觉得这个很好 因为其实这次选举到现在 虽然所谓的柯文哲 赖清德 郝伟仪都提出过一些政见 有一些也是针对青年 或是房价的问题提出的 可是真正的细节 其实没有几个人讲过 大家都只是宣誓性的东西 把它提出来而已 那这一次 当然他们提出这个侯康贷 那当然有很多质疑的声浪啊 说哇那个1500万的 带了未来贷款5、6万 我怎么还啊 怎么可能呢 但是我一开始听我就觉得 奇怪 谁说你一定要带了1500万 你为什么一定要带那么多 奇怪了 而且你们是不是想的太天真了 也就是你以为每个人 都可以带到1500万吗 你觉得这个银行看起来像笨蛋吗 银行要贷款给你 当然要考虑到你的还款能力嘛 你能够带到1500万的人 一定是银行认为你还得起这个钱 我才敢贷给你嘛 我认为你根本赚不到这个钱 我怎么敢把钱贷给你 银行看起来很像傻瓜吗 银行贷款当然会衡量你这个贷款人的收入 所以这是很正常的嘛 也就是其实我一直觉得 他这个侯康贷最大的精神是 在提供年轻人容易取得头期款的办法 其实就是这样的而已 那你也不要幻想说 我有了这1500万的 我就可以去住豪宅什么 你想太多根本没这回事 讲实在话 你有了这个头期款之后 你大概只能够 因为你这个你五年之后 你还是要付相对贷款 因为那五年之内 他可以补贴你利息嘛 那五年之后你是要付全额的贷款 本息要还的 所以呢你能够借的也不会太多啦 顶多借个一两百万两三百万的头期款 那剩下你如果拿去买房子 你还要付那个房子的贷款 对不对 所以你也要衡量你的经济环境 所以赵大哥才会告诉你说 你连双北你最好都不要想 你要蛋壳区外 你知道基本上就是这样 这个方案只是先让你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 然后你经过努力之后再去买你 你理想中再进阶一点的方式 就是我们讲先求有再求好啦 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不然的话你年轻人 假设你刚出社会没多久年轻人 你就想我要住在台北市淡黄区 那请问一下那老人怎么办 那不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吗 然后再来 台湾其实一直的问题就是 因为我们是一个出口导向的国家 所以我们很多东西都是以 尽量压低我们的成本 然后才换取我们的产品能够便宜卖 那现在问题就是我们长期这样做了之后 变成我们的薪资水准 一直压在非常低的地方嘛 所以台湾的薪资水准早就应该要提升了啦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